今天大家都在討論林毅室 是會了多少錢 在這六港也帶出了一把這個議事門簾 那時中林毅室在黑錢負責的方式 也會有這個感覺變好都給它寫上去 很多這貴樓UK看到都是感覺出租 真有創意 在六港報頭的66號的這戶問簾 路過UK是哪看哪簾 連到一半之後 大家都是笑得非常大聲 為民服務33233233323323 rak 莫莖233ANK 不是林毅室嗎 林毅室來嗎 毅室 我的媽啊誰寫的啊 幅室換科2559 259是他的那個 rus育 prol碼 真的喔我的媽呀怎麼這麼快啊 可能是那個很寫實啊 是反映現在還滿寫實是說 帮你慧心一下 没啦 慧心一下这样就好了 大理中华官第一个协会会官的问人 大家在跑台时讨论到林义氏黑色的案件 当会官将他写作问人来考试一下冬金的马政府 针对时事做真评 他是写什么 这个是有关时下最热门的新闻 打别人还是打到自己 就是这样子而已 现在都不必要名讲 你要稍微看一下就可以感觉出来 对对对对对 那是坏的榜样 附近的图画也表示 华官的问人是常常听的我 问人的内容都会队到最近发生的事情来寻 每一次寻出来的时候 大家都是感觉非常有創意 收贴了 前几天啊 前几天就要贴了 前几天啊 你就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很特别啊很好笑非常有趣 为什么好笑 因为他就反映林义氏的就是 犯科啊然后他就贴出来就给人家 你觉得他们的美女是不是厂长都这样子 他厂长更换 对啊 都是反映什么 反映一些政治啊 对啊 中华官第一个学会会关的问人 是下到林义氏欧世的新闻 很多UK看到时 心来都会当天回到明天下的队长 也纷纷拿出生意 一直厉害 现在上街坑的人物 林义氏的问人 全新闻丹记中刘燕盈 独港报道